你好 欢迎收看3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除了从音乐舞蹈认识原住民 还可以从织布工艺发现原名的文化底蕴 为花莲量身打造全台首创的太平洋南岛布式艺术节 22号记者会宣布将在清明廉价4月3号到5号 在东大门大草坪带来潮流时装秀 音乐还有南岛市集 以及户外论坛跟工艺体验 也期待带领民众可以看见 专属于花莲的原名视觉震撼艺术新史上 Books 是太鲁阁主语惊叹赞叹的语气词 意味着继续往前 Books R 布式艺术 不只是艺术也是美丽的持续 2024Books R 太平洋南岛布式艺术节 22日记者会由太鲁阁逐支部为活动揭开序幕 宣布清明廉价4月3至5日 这场为花莲量身打造全台首创的布施艺术节 重新定义原名时尚潮流 促进与国际间的对话 4月3号到5号 这在我们的大草坪有相当多的美食 还有相当多的一个文化的亮点 无论是我们的编译 编织 跟我们的国际来交流 还有把汇集了全世界 不 汇集了全国的织品 以及印尼 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的织品来到花莲 我想这就是一个国际的串联 花莲从这几年无论是我们在联合封年节 邀请纽西兰邀请大西地 今年邀请我们的夏威夷 回到花莲 回到台湾南岛的故乡 就从花莲开始 在这个布式艺术节呢 也有我们共创设计师的一个 服装秀的一个伸展台 一个走秀 还有我们这一次呢 有20位的新锐设计师的比赛 那其实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 布式艺术节的重点就是认识南岛织布 织布不仅是一门技艺 更是一种文化传承 花莲织布工艺家胡秀兰 就分享塔鲁阁族和阿美族 在织布上的巧妙特色 塔鲁阁族米色为底 然后零行纹会比较多 尤其是在五大图资的图案里面 它有技术上的问题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们原住民的织布 是用数字在打的 不管是军线还是尾线 所以我也常常说 我书上的数型 我不会织布的数型 我比较少 这个属于台湾非常独特 而且是花莲在地的 这些编织文化 而且最主要就是 我的艺术作品 还有我的装置艺术 也会在这边 大家可能觉得 原住民族很会唱歌 音乐也很厉害 但是其实大家都忽略了 其实原住民的织布工艺 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就是为我们花莲 量身定做的一个 属于布的节日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布的节日 然后呢 除了呢 将我们原住民的织布文化 织布艺术 提升一个label之外呢 那我们这一次 也会加入很多 不同国际的元素 希望打造成一个国际的艺术节 为期三天的艺术节 三日将由台湾原民品牌 花生骚和Baha 呈现多款 结合原民织布的潮流服装 作为开幕 原民时尚新秀服装大赏 颁奖典礼 以及共创服装秀 还有多组国内外 知名南岛音乐表演 搭配南岛风格市集 织布体验活动 甚至还有知名设计师 带来时尚产业论坛 此外邀请江青 千米年假 一起来花莲婉转 并奔远迷新时尚 记得将邦彦理事报导 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